托尼·莫里森的作品《最蓝的眼睛》 他曾是美国图书馆协会百大禁书之一 也曾被时代周刊列入十大争议之书 但是在后来 他被纳入耶鲁大学文学公开指定阅读的书籍 甚至有比译者称 《最蓝的眼睛》是属于值得整本背诵下来的小说 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 既饱含争议 却又在争议中受到无数人的爱戴呢 在说这本书之前 我们先来说说作者托尼·莫里森 他是至今为止 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黑人女性作家 他的作品几乎都围绕着黑人女性展开 《最蓝的眼睛》 《索罗门之歌》 还有前段时间我们一起共读过的秀拉 他主编的《黑人之书》甚至记述了美国黑人三百年的历史 他被称为美国黑人史的百科全书 莫里森的作品更是激励了无数美国黑人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是他的超级粉丝 并在万众瞩目下亲自为他带上勋章 2019年托尼·莫里森遗憾离世 奥巴马还在网上发表哀悼 时间不是托尼·莫里森的对手 在他的写作中 他时常会玩弄它 把它弄弯弄皱 使它屈服于他高超的意志 由此可见 文字的魅力有多大 它可以使人精神富足 甚至可以影响一群人的信仰 虽然莫里森在文学上荣获圣誉 但是没有谁的成功是一蹴而就的 莫里森出版第一部小说 《最蓝的眼睛》时 他已年近四十岁 那时的他是一个离异母亲 一手要撑起工作 赚取生活费用 一手要托起孩子 照顾整个家庭 至于业余写作 他只能在工作与生活的夹缝中 匆忙进行 最多的就是每天天还没亮 在孩子还未醒的那段时间 把自己抽离出来 沉浸到笔下的故事中去 并不是因为那段时间灵感最强 而是黎明前的黑夜 无人干扰 其实 现在的大多数人也一样 一天二十四小时 一部分时间属于工作 一部分时间忙于生活 还有社交 杂七杂八的事情需要处理 真正留给自己的时间 少之又少 有时候 人生就是这样 要么被工作与生活 裹挟着前行 要么在此之外 寻求突破 寻求自我 就这样 莫里森在无数个别人酣睡的清晨 创作出了这部作品 最蓝的眼睛 但这部作品出版时并不顺利 他与故事中的主人公佩克拉的命运 惊人的相似 被嘲笑 被嫌弃 被误读 足足花了二十五年的时间 才得以迎回他的尊严 莫里森的成功 离不开原生家庭的影响 在那个年代 种族歧视带给人的 不仅仅是生活上的困扰 更是精神上的摧残 除了他人的歧视外 最怕的就是自己 对自我本身的否定 有些父母 对白人恭敬 崇拜 且模仿 当面对自己和家庭成员时 却是厌弃的 无法直视的 这就导致某些孩子 当自我还未萌芽的时候 他的自尊心 已经迅速而轻易地消亡 恶性循环 周而复始 但是莫里森不同 他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 父亲是焊接工 母亲在白人家坐拥 父母虽然流淌着黑人人肿的血液 全身是黑色皮肤 但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卑 反而为黑人文化 感到骄傲 就像他们所认为的 与其抱怨自己的出身 不如花时间去找到自身的优势 或者成为更好的自己 莫里森在父母的影响下 从小就是一个自信的女孩 学习了很多黑人文化 听过无数黑人歌曲 还知道许多黑人的民间故事 上学时 即便是班上唯一的黑人女孩 但他一点也不胆怯和自卑 可以很好地与白人同学沟通 学习 交朋友 但种族歧视 不意味着你不在意 它就会自动消失 莫里森一天天长大 认识的人越来越多 社交范围越来越广 而种族的歧视也越发明显 有时候是一句轻蔑的话 有时候是一个嫌弃的眼神 所幸 他依然坚守着自己心中的那份信念 创作《最蓝的眼睛》 这部作品的动因 来源于他童年时代 与一位朋友的谈话 朋友说 他想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 于是莫里森在脑海中 想象着朋友拥有蓝色眼睛后的模样 莫里森非但没有为朋友感到高兴 反而产生了一种极其排斥 甚至是厌恶的心理 他觉得朋友的这个愿望 隐含着种族性自我厌恶的暗示 因为那种根植在许多人内心中的种族的歧视 并不会仅仅因为 你有了一双蓝色的眼睛 就发生改变 那一刻 他开始思考真正的美与丑 美不单单是眼中所见 它也可以是手中所为 也许自己该做点什么了 最蓝的眼睛 就是莫里森对这一问题做出的努力 虽然作品最初遭到排挤 但结果终究是受人鼓舞的 莫里森的另外一部作品 秀拉 主要讲述了两个感情要好 却不同性格的黑人女性 在不同的选择中 逐渐走向了不同的命运 一个妥协屈服 最后成了人群中的大多数 一个极度叛逆 追求自我 最后走向灭亡 而在最蓝的眼睛中 莫里森把小说重点 放在一个既柔弱又脆弱的小女孩 佩克拉的身上 他觉得 佩克拉身上的某些脆弱性 在所有年轻女孩身上 都有体现 某些日常的 异常的 或是恶毒的行为 真的会导致一个女孩崩溃 相信每个人都曾经历过 被讨厌 被排挤 或者被无视 而那种 因为某些我们无法控制 或改变的事 就遭人痛恨的滋味 一定更不好受吧 就像有一个人跑来告诉你 别白费力气了 不管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这种无力感 让你挫败到 不知道该往哪努力 只能幻想自己逃出生天 出现惊人的变化 而故事中的佩克拉 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于一双蓝色的眼睛 或许你认为 他是愚蠢的 但是 他何尝不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缩影 邪恶的人 以邪恶的方式去爱 残暴的人 以残暴的方式去爱 软弱的人 以软弱的方式去爱 愚蠢的人 以愚蠢的方式去爱 但我更希望 每个人都可以一生温暖纯良 好好爱自己 也好好爱别人 黑人女孩佩克拉 她把来自父母的侵害 同学的戏弄 以及陌生人的嫌弃 都归咎于 自己没有一双 与白人无异的蓝色眼睛 如果她真的拥有了 这一切都会变好吗 主人公佩克拉的父亲 故意把房子烧了 自己进了监狱 却害得一家人无家可归 母亲暂住在 自己坐拥的白人老板家 但佩克拉却被安排到 一户陌生人家中 在这里 她会发生什么呢 会被嫌弃 还是被接纳 故事的开篇 就讲述了这户陌生人家中 两位黑人女孩的遭遇 她们是一对姐妹 一个九岁 一个十岁 妹妹叫克劳迪亚 姐姐叫弗里达 她们住的房子破旧不堪 夏天 老鼠和蟑螂四处乱窜 冬天 寒风 从房子各个缝隙渗入 晚上照明的灯光 只有大屋子里的那一盏 其他房间 则深陷黑夜 而大人 从来不会顾及 他们的感受 只会让他们做事 如果磕着碰着了 会瞪大眼睛 看着他们 如果跌倒了 摔伤了 会大吼他们 简直疯了 如果生病了 那情况更糟糕 等待他们的 会是散发着 恶臭的黑药水 以及厌恶的话语 怎么这么不懂事 如果都病了 我能指望谁来干活 这个大人并不是外人 而是女孩们的母亲 麦克蒂尔太太 有一天 妹妹克劳迪亚 捡完煤渣回来后 咳嗽了一声 母亲麦克蒂尔太太 听到后 立刻斥责 赶紧躺到那张床上吧 说过多少遍了 要把头包上 你简直是镇上 最大的傻瓜 又叫来另一个女儿 把破窗户 用旧布堵上 母亲把药膏 狠狠地往克劳迪亚身上 涂抹 目光里 竟是嫌弃之色 涂上药膏后 又给她裹着几床 又旧又硬的厚被子 克劳迪亚终于出汗了 这意味着病情有所好转 但是她却忍不住吐了 母亲大怒 你干嘛吐在床单上 就不知道把脑袋 伸到床帘外吗 你以为我无事可做 有的是功夫 洗你吐的东西吗 母亲骂骂咧咧 甚至用自己女儿的名字 克劳迪亚 来称呼那团呕吐物 克劳迪亚既羞愧又伤心 等母亲处理好后 她又躺下 在被子里哭个不停 难道自己真的这么不堪吗 心灵上的自我怀疑 从心脏处 扩散至每一个细胞 后来她发现 并非到了绝望的地步 因为爱依旧是无处不在的 姐姐会在她哭泣的时候 给她唱歌 母亲在她生病的时候 不会不管她 会给她擦药 甚至夜里踢被子了 母亲会走进房间 给她噎被子 烫额头的温度 家人这些小小的举动 让她内心充满了温暖 有时候 爱不会消失 只是被忽视了 可同样是黑人女孩 佩克拉就没那么幸运了 佩克拉的父亲 一把火烧掉了住的出租屋 自己进了监狱 却害得妻儿露宿街头 无家可归 佩克拉母亲的工作 是在白人家里帮拥 母亲暂住在白人家那 她还有个哥哥 和她一样 被县里工作人员 安排到另一户陌生的家中 佩克拉去借宿时 什么都没带 当然 也没有什么可以带的了 这对黑人小姐妹的母亲 曾告诫过她们 有一个女孩 会和她们住在一起 要喜欢她 不要打架 不用母亲告诫 小姐妹在得知佩克拉的遭遇后 很同情她 也很乐于与她相处 与她分享食物 佩克拉看似融入了这个家庭 但实则 噩梦正在悄悄来临 麦克蒂尔太太 发现冰箱里的三夸托牛奶不见了 三夸托相当于三声多 她又开始骂骂咧咧 昨天还在冰箱里放着 现在就不见了 一滴不剩 我不介意谁拿走自己想要的东西 可是是这么多呢 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 她指的是佩克拉 因为其他两姐妹不喜欢喝牛奶 这种暗戳戳的指责 句句刺痛人心 后来她又开始自语 真不明白 我这是干什么的 我猜是个救济院吧 有人把孩子丢给我 连看都没来看一眼 不闻不问 不管孩子死活 都是些什么东西 三个小女孩都默默走开了 不愿听到她叨叨 他们站在走廊上聊天 突然 佩克拉惊恐地跳了起来 她发现裙子下 鲜血正顺着她的大腿流下来 妹妹克劳迪亚年龄最小 她不明白这是什么 以为佩克拉的腿被割破了 很为她担心 但姐姐弗里达知道这是月经 佩克拉看着自己腿上的鲜血 一边哭泣一边说自己快要死了 弗里达安慰道 你不会死的 这只是意味着你能生孩子了 他们一起走到院子的草丛里 黑人姐姐扯下佩克拉的脏裤衩 准备埋起来 把棉垫用别针别在佩克拉裙子里 就在这时 一个人影突然嗖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吓得妹妹克劳迪亚一顿挥掌 挠伤了她的鼻子 于是那人大叫 麦克蒂尔太太 麦克蒂尔太太 克劳迪亚和弗里达在这里耍流氓 楼上的麦克蒂尔太太听到了 立马跑下来 不分青红皂白 在院子里扯出一根枝条 就抽打自己的女儿 我宁可养几头猪 也不养坏女孩 至少我可以把猪宰了 女儿被自己打哭了 她又把怒火转向佩克拉 你也尝尝 不管你是不是我的孩子 她正要打佩克拉时 看见佩克拉身上的棉垫掉了下来 她愣住了 手里的枝条停在半空中 弗里达抽气地解释道 她来月经了 我们只是想帮帮她 得知缘由的母亲 把孩子抱在怀里安抚 道歉 紧接着 她带着佩克拉进了卫生间 很难得 在水的哗哗声中 黑人小姐妹听到了母亲久违的笑声 这位陌生女人 虽然嘴上不待见佩克拉 但实际上还是很爱护她的 至少比起佩克拉的亲生父母 要好太多太多 佩克拉曾经住在一个废弃的店铺 一个客厅 一个客厅 一个卧室 一家四口的起居 全在这两间屋子里解决 客厅摆着许多物品 到处积满了灰尘 卧室里摆着三张床 一张是哥哥的 一张是佩克拉的 还有一张是父母的 拥挤的空间 再加上父母之间的打骂声 常常让佩克拉和哥哥感到窒息 父亲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回家 母亲本可以自己去搬煤 却偏偏吵着 要醉得不省人事的父亲去 抱怨声从晚上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早晨 于是等父亲的酒醒后 一场骂战即将开始 佩克拉全在被子里 不敢大声喘气 哥哥明明醒了 却还是在装睡 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 似乎遥遥无期 看不到尽头 也看不到希望 母亲自认为是一个虔诚的女性徒 她天真的觉得 自己就是上帝派来 惩罚这个无用的男人的 她打从心里想的 就是审判她 而不是救赎她 有一次 醉酒的丈夫差点跌进煤炉 她立即尖叫 收走她 耶稣 收走她 她疯狂地收集着丈夫的罪证 甚至期待丈夫出现什么罪孽 因为丈夫越堕落 越不负责任 她的存在感 使命感就越崇高 同样 佩克拉的父亲 也是需要她妻子的 因为她可以把所有的怒火和欲望 统统发泄在她身上 就这样 两个彼此厌恶 却有彼此需要的人 一天一小吵 三天一大吵 而动手的武器 从双手 双脚 牙齿 到平底锅 把火棍 甚至是用运斗 砸对方的脑袋 最后 父亲一把火烧了房子 父母之间的打斗 最痛苦的是孩子 佩克拉的哥哥 有时候会加入战斗 甚至会尖叫 杀了他 杀了他 有时候索性离家出走 他到十四岁时 已经离家出走不下二十七次 有一回跑到水牛城 待了三个月 最后被强行送回 而佩克拉 受年龄和性别的限制 只能想方设法去忍受 命运与他实在太不友好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内心的痛处积攒得越来越深 他在两种愿望中挣扎 要么强烈地渴望一方打死一方算了 要么恨不得自己一词了之 他就这样艰难地活着 忍受着父母的争吵 忍受着命运的不公 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 而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去治愈 在看这本书的开头时 原本以为那对黑人小姐妹的生活 已经够糟糕了 但是看到这里 佩克拉简直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佩克拉的父母并不是天生的死对头 他们曾经也很恩爱 到底是什么导致他们走到了这般田地 佩克拉的母亲叫宝林·威尼斯 她在十一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 家里住在离公路有七英里的红土坡上 贫穷加上家里孩子众多 这导致生病的宝林完全被忽视 她在两岁时 一只脚掌被一根深锈的铁钉直接穿过 伤口没有得到治疗 形成了一只没有足弓的脖脚 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童年时代的宝林 从来没有人给她取绰号 也没有人和她开玩笑 更没有人会注意她的喜好 对她来说 这种不被关注带来的伤害 比被嘲笑更伤人 她把所有人对她的疏离 都归咎于自己的脖脚 但同时她也养成了安心 喜欢整理物品的乐趣 她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 把所有物品都按照大小顺序摆立好 即便被家人弄乱了 她也不生气 又耐心地重新摆放 生活在苦 也得找点自己喜欢做的事 哪怕事情很小很小 也不至于在糟糕的生活中一无所获 在苦中找到一丝甜 真的会让人心情愉悦 后来宝林全家搬到肯塔基州 又遭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几个哥哥参军了 两个姐姐结婚了 一个姐姐死了 宝林成了家中最大的女儿 于是她担起家中的所有家务 还要照顾两个还在上学的弟弟妹妹 宝林越来越有大人的模样 同时也对爱情有了期待 她幻想着某一天 有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 出现在自己面前 愿意接纳自己的不足 然后相知相恋 长相厮守 没想到她的愿望真的实现了 她正悠闲地靠着院子里的栅栏晒太阳 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口哨声 她仔细听着哨声 距离越来越近 越来越响亮 正当她想转身时 发现吹口哨的人已经走到她身旁 开始蹲下身子挠她的跛脚 甚至亲吻她的跛脚 吹口哨的人 正是多年后与她水火不容的丈夫乔丽 而在当时的宝林眼里 乔丽吹着口哨而来 高大健壮的身影 光芒万丈 专心而又深情 很快 她们相爱了 乔丽很喜欢宝林的陪伴 从来不会对宝林的跛脚露出丝毫嫌弃的目光 甚至把那只跛脚当成可爱的东西 欣赏它 保护它 宝林第一次感受到那只脚不是累赘 反而成了爱情中的某种资本 外貌 年龄 身高 原生家庭等等 也许会成为爱情的阻力 但最终看的 还是你愿不愿意 为了对方接纳所有外在因素 生活在美好的进行着 这一切都如宝林憧憬的那样 也许曾经被忽视 被嫌弃 但总有一天 有一个人会为自己而来 宝林和乔丽结婚了 后来又搬去俄亥俄州 可是 一时的幸福很容易 但一生都要幸福 却是难上加难 他们之间的感情 就像一颗蛀牙 最开始 只是出现了一个小斑点 没有人在意它 几个月后 斑点逐渐变大 慢慢腐蚀牙齿表面 接着深入到里层 最后侵入牙根 痛的时候吃点药 但只要没有涉及到神经 就依旧忽视它 直到牙齿掉落 再也无法挽回 宝林和乔丽在新的地方 有了新的生活 乔丽出去工作 宝林在家做家务 宛如一对幸福的小夫妻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甜蜜的味道 在慢慢变淡 乔丽开始对宝林 不耐烦了 宁愿与路人交流 也不愿同他待在一起 两人总是为了钱的事情争吵 即便宝林出去 自己赚钱也于事无补 乔丽对宝林购买的东西不满意 而她自己总是把钱拿去买酒喝 两人从争吵升级到动手 直到宝林怀孕后 彼此的关系才有所缓和 乔丽知道自己要当父亲了 她很高兴 回家的次数变得频繁 也不再怎么酗酒了 甚至会问宝林累不累 想吃什么 似乎又回到了结婚时的状态 彼此关心 相互迁就与接纳 但是好景不长 在两个孩子出生后 他们又恢复了战斗的状态 到最后 乔丽竟然一把火烧了住的房子 原生家庭是造成孩子 悲剧人生的重要因素 乔丽和宝林 是佩克拉和佩克拉哥哥的悲剧 而乔丽同样也深受原生家庭的影响 乔丽出生才四天 就被母亲用毯子和报纸包裹着 狠心地扔在铁道边上的垃圾堆上 幸好她的姨婆 看见外甥女偷偷摸摸出去 她跟着去 这才救了乔丽一命 从此 乔丽跟着姨婆生活 母亲被姨婆打了一顿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 母亲的狠心就像一把烈火 将她的内心灼伤灼烂 乔丽在成长过程中 有时很感激姨婆的救命之恩 有时却觉得自己不应该活下去 在当时死了更好 孤独寂寥的情绪时常涌上心头 她在这世上的眷恋 本就少之又少 除了与姨婆相依为命之外 她最喜欢的 是与一个叫布鲁的车夫相处 布鲁经常给她讲有关黑人的故事 有时候两人还一起吃西瓜 那是她最开心的时刻 一老一少坐在草坪上分享着瓜心 简直就是地球最甜蜜的内脏 也许乔丽拥有的很少 但拥有的却都是她最宝贵的东西 但命运有时就爱捉弄人 乔丽的姨婆因为吃了一块蜜桃馅饼死了 本就孤苦伶仃的她 现在成为了真正的孤儿 但乔丽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死亡意味着什么 她只发现家里涌进了很多人 有很多东西可以吃 简直天真又单纯 甚至在姨婆的葬礼上 乔丽与几个小伙伴穿过几个后院 跑到一处葡萄园摘葡萄 打闹中 她与一个小姑娘跑到很远的地方 在月光下 两人近距离的接触 突然产生了某种情愫 然后彼此缠绕在一起 然而 他们并没有发现 有两个白人正拿着灯悄然走来 当他们发现时 已经晚了 白人强迫他们继续 乔丽不知道为什么 她不痛恨这两个白人 反而极其厌恶 身旁的这个 瞧见她无能为力时的模样的女孩 这件事也在她的婚姻 甚至今后的人生中 都造成不可磨灭的阴影 乔丽知道姨婆永远不会回来了 而她也必须逃走 她害怕女孩的母亲来找她 更害怕女孩会怀孕 此刻的乔丽或许 与抛弃自己的父亲 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也让乔丽做出决定 去寻找自己的父亲 姨婆曾告诉过她 父亲去了麦肯 她带上姨婆留下的钱 又辗转在许多地方打工 几个月后 她终于到了麦肯 当见到父亲时 父亲正在与一群人围在一起赌博 父亲很烦躁地吼她 小子 你要干嘛 乔丽费尽千辛万苦 来到父亲面前 此刻她却支支吾吾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她忘记了母亲的名字 也无法直接说 我是你的儿子 父亲不耐烦地说出几句脏话 转身加入到新一轮的豪赌中 乔丽崩溃地逃走了 被母亲抛弃在垃圾堆里 被父亲不管不顾 还有什么比她更惨的呢 乔丽顿时觉得 人生失去了意义 放纵堕落的生活 成了她的全部 即便与宝林的婚姻 让她感受到了短暂的幸福 但之后单调枯燥的生活 又让她觉得索然无味 只有在喝醉酒的时候 有一丝解脱 但稍微清醒后 又只剩下浑浑噩噩了 这就是佩克拉的父母 两人都在爱与恨 痛与乐 缺失与满足的情感交织中 艰难前行 既让人怜爱 又让人气愤 佩克拉的遭遇是令人难过的 家人是她的恐惧 陌生朋友 却成了她的温暖 之后 她还会遇见怎样的人 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父母的大战 哥哥可以离家出走 而年幼的佩克拉却无能为力 只能独自在角落默默忍受 当然 佩克拉的痛楚 并不仅仅来自于父母 在学校 老师和同学都看不起她 不愿搭理她 她是班上唯一一个 单独坐双人课桌的学生 老师只有在所有同学 都需要回答的问题时 才会点到她的名字 而班上的同学 当他们想要羞辱某个男孩子时 就会大声喧嚷 她喜欢佩克拉 她喜欢佩克拉 佩克拉的名字 似乎就是羞辱的代名词 而在他们眼中 谁喜欢佩克拉 就是在羞辱谁 她在孤独的世界里 默默前行着 于是 自己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一双蓝眼睛上 佩克拉认为 如果自己拥有了一双蓝眼睛 那生活便会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学老师不会嫌弃她 会像对待白人女孩 一样友善 父母不会再争吵 也许会说 在这么漂亮的眼睛面前 我们可不能干坏事哦 于是 她每天晚上都在前程祈祷 祈祷第二天醒来 可以看到自己的眼睛 变成蓝色 尽管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但她也从未放弃 仅有的希望 因为她知道 这需要奇迹 而奇迹 不会轻而易举就出现 她就在这样的煎熬中 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佩克拉除了与那对 黑人小姐妹的关系不错 还喜欢与楼上的 三位妓女相处 她经常去拜访 还替她们干活 当然 这也是因为 她们真心对待佩克拉 妓女玛丽 经常给佩克拉 取可爱的绰号 不过大多是菜名 因为她脑子里 静想着吃的 一会儿小团子 一会儿小布丁 她们不会因为 佩克拉是黑人 就疏远她 看不起她 或许在某种情感上 她们觉得 彼此同蜜相连 学校新来了一个女孩 叫莫利恩皮尔 她是一个有着浅褐色皮肤的 混血小美人 在黑人小姐妹眼里 莫利恩跟白人孩子一样 富有 漂亮 被人尊重 在爱的包围中长大 有时候 人性就是如此 她们不会嫉妒 遥不可及的成功人物 但是 会嫉妒身边 比自己过得好的人 她穿戴扣子的黑皮鞋 而我们的廉价货 是在复活节买的 还没穿过五月就散架了 小姐妹在暗自嘀咕 所有人都被她迷得神魂颠倒 男同学不会戏弄她 女同学不会嫌弃她 连老师点她名字 都带着鼓励的语气 只有黑人小姐妹 很不甘心 全力搜集她的负面信息 得知她曾掌握第六个手指头时 松了一口气 原来 她也不是十全十美的 这种暗戳戳的比较 既可怜 又有些可悲 有一天 佩克拉被一群男孩围在操场上捉弄和嘲笑 小黑鬼 小黑鬼 你爸爸睡觉光屁股 小黑鬼 小黑鬼 你爸爸睡觉光屁股 佩克拉害怕地哭了起来 试图逃出包围圈 但因他们人多势众 自己压根跑不出去 这时 黑人小姐妹看到了 他们既害怕男孩把战火引向自己 又希望去救朋友佩克拉 最后 他们俩还是冲了上去 弗里达拿起一本书 砸向一个男孩 男孩们瞬间怒了 正要挥拳时 莫利恩出现了 男孩们看到莫利恩 顿时停下了打人的动作 他们可不想在漂亮女孩面前 对另外的女孩大打出手 这样有损他们的形象 于是 男孩们全都散了 年少时的他们 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莫利恩突然挽起佩克拉的手 似乎像是特别亲密无间的朋友 还带佩克拉去冰淇淋店 请他吃冰淇淋 交谈中 莫利恩暴露了他的优越感 以及对弱者的鄙视 比如宣称自己家经常打官司 想告谁就告谁 再比如 嘲笑某个同学的螺拳腿 更比宜那个同学的自信 佩克拉默默不语 低着头吃冰淇淋 莫利恩又好奇地问佩克拉 你见过光着身子的男人吗 佩克拉突然抬头反驳 就算碰到那样的人 我也绝对不会看 那真下流 谁想看光身子的男人 他甚至有点急了 没有哪个爸爸 会在女儿面前光着身子 除非他是下流皮 我可没说爸爸 我只说光着身子的男人 黑人小姐妹也加入了这场战斗 争吵中可以看出 莫利恩宁愿相信男孩们的胡言乱语 也不听他们的反驳 甚至开始言语攻击对方 最后莫利恩朝他们尖叫 我就是漂亮 你们就是难看 又黑又丑 我就是漂亮 佩克拉和黑人小姐妹 溃不成军 因为最后这句话 连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当一个人失去自信时 很多事情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击垮他 其实这几个黑人小女孩 心里很清楚 莫利恩不是自己的敌人 真正让他们害怕的是那些 让自己和对方产生差距的东西 佩克拉有一天独自走过操场时 突然被一个男孩叫住 男孩见过他多次 发现他总是一个人搭拉着脑袋 匆匆走过 没有人和他玩 可能是他长得太丑了吧 男孩暗自琢磨 心中顿时生出一个计划 于是他叫住佩克拉 说自己家养了几只猫 可以送他一只 佩克拉有些犹豫 但是看有人愿意和自己玩 还可以与小动物接触 又很是心动 内心纠结了无数次后 佩克拉最后被好奇心驱使 两人一前一后来到男孩家里 佩克拉走走停停 始终有些害怕 男孩一边安慰他 说自己家没有别人 一边又诱惑他 难道不想看看猫吗 当进入家门的那一瞬间 佩克拉震惊了 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 房间里到处都是精美的布衣品 连扶手 椅背上都铺满了 墙上挂着彩色画像 窗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盆 他目不转睛地欣赏着这一切 原来生活还可以如此精致 正当他沉浸时 男孩把他拽到另一间房间 然后把一只大花猫扔到他脸上 顿时佩克拉觉得 嘴里被塞进了猫毛 他摸着被划伤的脸 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而那只猫也狼狈地跌在地上 男孩却开心地捧腹大笑 但是当佩克拉蹲下去摸这只猫 而猫也很温顺地望着它时 男孩气愤极了 他极其痛恨这个场面 因为他的妈妈也是这样对待这只猫的 温柔地抚摸 爱这只猫甚至胜过爱它 男孩想要报复一切 他抓住猫的一只后腿在空中抡圈 佩克拉试图阻止 在争夺中两人摔倒在地 佩克拉听到自己衣服被撕裂的声音 而那只猫在中途被松开 狠狠地摔在窗户上 又很糟糕地掉落在电暖炉上 抽搐几下就不动了 电暖炉上传来烤焦的猫毛 散发的糊味 就在这时 男孩的母亲回来了 询问发生了什么 男孩立即指着佩克拉说道 他把猫给弄死了 这位母亲赶紧把猫抱起来 用自己的脸蹭蹭猫 猫却毫无反应 他死死地盯着佩克拉 看着他又脏又破的衣服 最后说 你这恶心的小黑婊子 从我家滚出去 男孩的目的达到了 而佩克拉再一次被嫌弃 佩克拉没有解释 即便解释了也无济于事 他看着漂亮的房子 看着精致的装饰 看着威严又漂亮的太太 看着说谎的小男孩 内心的悲凉感油然而生 到底要怎样 才能拥有与别的孩子 同等的生活 他在一次又一次的羞辱中 迷失了方向 找不到答案 但他并没有因此绝望 依旧向往着美好生活 佩克拉继续忍受着 同学的戏弄 陌生人的嫌弃 然而最让他崩溃的 是亲生父亲对自己的折磨 佩克拉与父亲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一个星期六的午后 佩克拉的父亲乔丽 再一次醉醺醺地回家 打开门 他看到女儿佩克拉 在厨房拱着瘦小的被 抚在水池边洗碗 那一刻 乔丽清醒了些许 而他内心 对女儿的感情很复杂 既有厌恶 内疚 怜悯 又充满爱意 他厌恶女儿那年轻 无助可怜的反应 但他又很内疚 自己作为一个父亲 从始至终 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没有真正给过女儿什么 她可真是一个 可怜的小女孩 乔丽内心感叹道 但同时 乔丽从她模糊的双眼中 觉得眼前这个女孩的身影 越来越熟悉 就像是第一次 见到的妻子的模样 当时妻子宝林在阳光下 依靠着栅栏 眼睛注视前方 赤裸的脚趾头挠着小腿 立刻引得她振振心动 而此时 女儿佩克拉 在拱着身子洗碗 也用一只脚 挠着另一只脚的小腿 乔丽在许多年前 握住那只脚 亲吻爱抚 这一次 她又做出同样的举动 她把佩克拉拖倒在地 而后的举动 更加疯狂与无耻 她侵犯了自己的女儿 等她冷静下来 内心的痛恨与怜悯再次交织 她不想抱女儿起来 却又怜悯地拿被子给她盖上 然后摇摇晃晃地走了 不再回看一眼 没想到这世上竟有如此无耻之人 她可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呢 佩克拉惊恐地说不出话 身体的疼痛 似乎让她失去知觉 就这样 佩克拉躺在厨房冰冷的地板上 身上盖着一床沉甸甸的被子 直到母亲的到来 但母亲并不相信自己所说的 她就像坠入了无底洞 不断往下沉落 既触不到底 也没有人可以拉自己一把 而有些恶毒的事 就像家暴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佩克拉再一次被父亲侵犯了 并且怀了父亲的孩子 她忍受着世间对她的一切残忍 精神上的那根弦绷得越来越紧 随时可能断掉 此时的佩克拉越来越迫切 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 企图通过这个奇迹来挽救自己的命运 从前她只是每天祈祷奇迹到来 如今她开始主动去寻找奇迹 佩克拉打听到有一个人 她或许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 因为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她都做到了 这位传说中的神奇人物 是一位被称作造头牧师的老人 造头牧师在年轻时受过良好的教育 见识广泛 但他是个极其自傲的人 藐视人类 觉得自己明辨是非 看透世间一切 试图在心理上寻求优越感 于是她从事的 都是那种完全依赖 赢得别人信任的工作 比如牧师 咨询师 解梦人 她特别迷恋旧物 母亲用过的咖啡壶 别人用过的被子等等 甚至习惯性地在街头巷尾和公共场所 翻垃圾桶和废纸篓 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 总之 她有着各种怪皮 她在情感上有强烈的渴求 但是又厌恶肉体上的触碰 与洁癖不同的是 她对所有身体自身的分泌物 达到了一种恐惧的地步 于是她把所有的感情寄托 都转移到儿童身上 因为她觉得孩子干净同真 是世界上让她产生厌恶感最小的人群 男孩好动莽撞 不好控制 于是她把魔爪伸向了小女孩 在她眼里 给女孩几个糖果 他们就会乖乖听话 有时候善良的外表下 却藏着一颗肮脏的灵魂 不管是谁 千万不要被他人的表象所欺骗了 虽然大家都叫她造头牧师 但没有人知道 这个名字从何而来 其实造头牧师 是一个没落的英国贵族爵士的后代 她的父亲是一位校长 于是她从小看了很多书 学习了很多知识 特别是把自我欺骗之术学到极致 然而她读书只接受那些和她想法一样的理论 她只记得哈姆雷特对奥菲利亚的虐待 却记不得基督对玛利亚的爱 她只记得别人的刻薄 却从未注意到别人的宽容 这样狭隘畸形的观念 让她对任何堕落的迹象 既痛恨又迷恋 年轻时 有位女孩试图拯救她 想让她体会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最后还嫁给了她 但是 婚后两个月 女孩发现对方患有忧郁症 而她本人非但不想改变 反而感到很骄傲 甚至企图把女孩的快乐 变成一种学究式的英语 女孩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此后 年轻的造头牧师 在心理咨询师 社会学 理疗教育 白领 旅馆接待员 推销员等工作中辗转 最后决定在俄亥俄州冒充牧师 她刚到镇子上时 有许多女人爱慕她 但她都一一拒绝了 这反倒让别人觉得很诧异 心里暗自崇拜 认为她是高尚的 神圣的 于是 她便将计就计 企图用牧师的身份 引起所有人的敬畏 造头牧师在当地租了一间房 房子的主人 是一位耳朵听不见的老人 造头牧师对房子的各方面都很满意 干净整洁 唯一不好的是 老人养了一条老狗 老狗同样耳聋 但是 它身上很脏 满身赖皮 眼角堆积了分泌物 身旁不时有苍蝇和蚊子 嗡嗡地将它围住 造头牧师觉得恶心极了 更可恶的是 这条老狗 总是在造头牧师的必经之路睡觉 它盼望着老狗早点死掉 甚至买来毒药 准备送它上路 造头牧师在心底欺骗自己说 这是为了它好 可以早点结束它的痛苦 然而 它并不曾想 老狗已经适应了它的老态 是造头牧师 它想结束自己的痛苦而已 由于不敢靠近老狗 造头牧师的计划始终没能实现 每天还是照常有人来找它 寻求帮助 解答生活中的各种难题 告诉我 这个梦意味着什么 帮我甩掉这个女人 让我的手停止颤抖 即便是再荒唐的请求 它都能让对方满意 无非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和期待 来达到平衡 绝大多数人的需求 都是围绕爱情 健康和金钱 直到佩克拉的到来 造头牧师问她想要什么 佩克拉说 自己想要一双蓝色的眼睛 造头牧师沉默了 她十分同情这位小女孩的遭遇 认为这个请求是所有请求中最心酸又最值得满足的 这是她第一次没有产生玷污小女孩的心理 甚至连一个手指头都没有碰 于是她跪在窗前 嘴里念叨着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站起来 造头牧师对佩克拉认真的说 只要她做一件事 如果做得好 愿望明天就可以实现 那造头牧师让佩克拉做的事是什么呢 佩克拉究竟能不能得到一双蓝色的眼睛 造头牧师在冰箱里拿出用纸包裹着的一团肉 又拿出一个小瓶子 将瓶子里的东西撒在肉上 然后她把这个交给佩克拉 佩克拉有些犹豫 这团黑乎乎的肉让她恶心想吐 把这吃的拿给外面那条狗 如果什么事也没发生 你就知道上帝拒绝了你的请求 如果狗举止奇怪 你的愿望明天就会实现 造头牧师鼓励地说道 眼看与愿望只有一步之遥了 还有什么能够阻止佩克拉的呢 她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管不了这么多了 她直接拿着造头牧师给她的东西出去了 造头牧师兴起地关上门 偷偷在窗户旁观察 心想终于可以把那条恶心的狗干掉了 佩克拉走到那条狗身旁 蹲下来抚摸她的脑袋 然后把那团肉放在她的鼻子旁 狗闻到气味 站起来几口就把她给吃掉了 但没过一会儿 狗突然咳起来 大口呼吸空气 惊乱了几下 突然倒地猝死 顿时佩克拉吓坏了 看着狗没动静 不知所措的她转身跑出了院子 为了得到一双蓝色的眼睛 她竟然杀死了一条狗 佩克拉的愿望究竟有没有实现呢 她自认为是实现了 因为她很信任造头牧师 结果也与造头牧师说得无异 狗的举止奇怪 即便是假的 她也只能自我欺骗 再经不起任何打击了 佩克拉每天拿着镜子 照上八百遍 就为看她的蓝色眼睛 每遇见一个人 佩克拉就会将对方的眼睛 与自己的做比较 她的眼睛会不会比自己的更蓝呢 如果是 那就糟糕了 那我拥有的就不是世界上最蓝的眼睛 她甚至责怪造头牧师 为什么不把她的眼睛造得再蓝一点 再蓝一点呢 她期待自己可以像白人女孩那样 因为有一双漂亮的蓝色眼睛 而受到关注 欣赏赞扬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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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ity 是的 佩克拉精神出问题了 他疯了 这就是他拥有蓝色眼睛后的生活 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了眼睛上 这也是作者莫里森想要表达的 一个黑人小女孩 渴望拥有白人小女孩的蓝眼睛 他内心深处的这种渴望固然可怕 但如愿以偿后的灾难更加恐怖 后来佩克拉的父亲乔丽死在了平民收容所 母亲依旧在给人做家务 佩克拉便和他的母亲搬到了镇边的小屋里 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流言传得更快了 镇上的人都把佩克拉的遭遇当作茶余饭后来讨论 然而最可怕的 是他们的受害者过错理论 你听说那女孩怀孕的事了吗 他们说是他爸爸乔丽干的 太肮脏了 他多少也有点过错 他怎么不反抗呢 他们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 如果女孩反抗 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但是事实上 这样的情况微乎极微 让一个小女孩从一个成年男性的手中逃脱 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镇子里的人甚至在讨论佩克拉的孩子 说如果孩子死了应该庆幸 绝对是镇里最丑的一个 如果活着就更要趁早埋了 不能让这样丑的孩子存活于世 或许他们只是旁观者 什么都没做 但人心的恶毒在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黑人小姐妹听到这些言论 除了替佩克拉感到难过 也帮不了什么 他俩多么希望能从那群人口中听到 可怜的孩子 可怜的姑娘类似的表达 然而直至他们对话结束 也没有任何关怀和可怜的迹象 黑人小姐妹倒是希望佩克拉的孩子 可以活下来 抛开佩克拉有没有结婚 孩子是自己亲生父亲的等等因素 他们想的只是希望这个孩子活下来 然后用自己所有的努力 让这个孩子可以与白人孩子抗衡 他们想要打破这种境况 想要改变一个黑人孩子的宿命 而不是让这种糟糕的生活继续延续 黑人小姐妹听旁人说 婴儿要想活下来除非发生奇迹 两个孩子能有什么办法 他们唯一的办法是向上帝祈祷 甚至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 觉得自己必须要放弃些什么 于是他们拿出自己身上卖花子得来的仅有的两块钱 还有金窄花的种子都埋进了土里 钱是他们为祈祷上帝的诚意 种子若发芽 则是佩克拉的孩子健康淡下的象征 童年时期的友情既简单又纯粹 没有物质等其他东西的干扰 不用权衡利弊 也不会计较得失 只是纯粹的我喜欢你 就想要帮你 如果佩克拉知道 这世上还有两个小姐妹为她抗争着 她一定很高兴 但是结果并不如意 1941年的秋季 两个小姑娘左等右等 金掌花还是没有发芽 更没有怒放 于是他们把一切的过错 都放在自己身上 假如我们在撒下花种后 说上几句好听的话 种子就会发芽开花 一切都会没事的 然后又埋怨自己 是不是种子埋得太深了 他们直到后来才意识到 自己撒种子的地方 是家里那块贫瘠的黑土地 即便是再有活力的种子 也无法被唤醒 一切都结束了 种子没有发芽 佩克拉的孩子死了 黑人小姐妹的纯真也死了 在这个世界上 到最后只有她俩 是真心地温暖过佩克拉 故事到这里 已经介绍得差不多了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无法将每个人物 每个细节一一展开 佩克拉还遇到过一些人 一些事 有让她清洗的 也有让她难堪的 比如佩克拉的母亲 有次在工作的地方 佩克拉不小心打翻了桌上 刚烤好的蓝莓甜点 她的腿上被溅满了滚烫的果酱 她瞬间叫出了声 母亲看到了 非但不疼爱 反而一把手 把她推倒在地上的果酱中 然后又把她拉起来 怒吼着 滚出去 佩克拉还没动身 看到母亲似乎换了一个人 转身 温柔地哄 被吓哭的白人小女孩 母亲的行为 比高温果酱还烫人 佩克拉的心 比这果酱更碎 佩克拉的遭遇 固然值得同情 但她把一切厄运 都归结到 自己没有一双蓝眼镜 既可怜 又有些可笑 邪恶的人 以邪恶的方式去爱 残暴的人 以残暴的方式去爱 软弱的人 以软弱的方式去爱 愚蠢的人 以愚蠢的方式去爱 我们伴随着佩克拉 走过了她这悲惨 又绝望的一生 她的一生 是孤独的 是悲鸣的 却是作者莫里森 故意为之的 我们先来简单 回顾一下本书内容 佩克拉出生在一个 糟糕的黑人家庭 父母曾经很恩爱 但是婚后枯燥 繁琐的生活 让彼此之间的矛盾 越来越深 父亲把一切怒火 发在母亲身上 母亲则认为 自己是上帝派来 审判父亲的 希望她越罪孽越好 这样她的使命感 就越强 他们一天一小吵 三天一大吵 最后父亲 故意烧了房子 一家人无家可归 佩克拉被当地管事人员 安排到一户 陌生家庭赞助 于是结识了一对 黑人小姐妹 他们是真心对她好的 而房子的主人 麦克蒂尔太太 虽然经常嘲讽她 但当佩克拉不知所措时 她依旧会站出来帮忙 而其他人 就没有这么好心了 老师疏远她 同学戏弄她 甚至不认识的男孩 也会算计她 佩克拉的人生 可谓是糟糕到了极点 然而让她最崩溃的 是被自己的亲生父亲侵犯了 还怀了孩子 但母亲并不相信她所说的话 佩克拉把一切的厄运 都归结于自己 没有一双蓝色的眼睛 认为如果自己拥有它后 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老师同学会尊重她 父母不会吵架 陌生人不再使出嫌弃的眼神 于是从小她每天都在祈祷 祈祷第二天醒来时 会惊喜地发现 自己有一双蓝色的眼睛 然而近十年过去了 这个惊喜一直没有到来 但佩克拉也从未放弃过 她最后找到一个造头牧师 希望她能帮自己实现愿望 最后佩克拉疯了 以为自己的愿望已实现 经常拿着镜子在心上 每当遇见一个白人 会偷偷比较 谁的眼睛更蓝一些呢 甚至责备造头牧师 为什么不把她的眼睛 造得再蓝一点 她对蓝色眼睛的执着 简直到了极致 在她心里 拥有了蓝色的眼睛 似乎就拥有了 世间的一切美好 幸福美满 无坚不摧 甚至觉得蓝色的眼睛 都可以直视太阳 这种畸形的观念 既让人怜悯 又让人觉得可悲 把希望寄托于别人身上 那你永远都很难成为自己 人人生而平等 人人生而自由 这是佩克拉的愿望 也是作家莫里森所期盼的 更是无数黑人内心的独白 莫里森把这个期待 写进自己的作品里 以故事来唤醒 所有需要站起来的人 当然 这种平等自由 并不是表面上 肤色 外貌 穿着的改变 而是发自内心 真正意义上的变化 《最蓝的眼睛》 只是莫里森鼓舞 无数人站起来的 其中一部作品 然而 也是最直接 最扎心的 在《最蓝的眼睛》 这个故事中 当时的美国 最不平等和最不自由的人群 是黑人女性 压在他们身上的 有三座大山 白人男性 白人女性 黑人男性 这三类人群 可以任意拆遣和指使他们 对他们发号施令 去做这个 过来 别动 躺下 他们无法拒绝 只好默默忍受 黑人女性 上的是公立学校 学习怎么给白人 干活时更得体 学习一切家务 甚至学习音乐 也是为了安抚疲惫的主人 他们在生活的最底层 最可悲的是 他们压制着自己一切本性 认为自己生来 就是为白人服务的 一切都向白人靠拢 甚至有些小孩的自我 还没有萌芽的时候 他的自尊心 已经快速而轻易地消亡了 而最蓝的眼睛 这部作品 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缩影 这是莫里森 在四十岁的时候创作的 他觉得 当时大多数同胞受到的伤害 不是来自别人 而是自己对自己的不认同 他看到他们抛掉自尊 融入到一个强势人格体制中 甚至有些人 连自我表达的声音 都不曾发出过 莫里森觉得 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 最蓝的眼睛 就是他的答案 他想触碰到 这世界最大的恶 走进一个 出于年龄 性别和种族原因 最不可能抵挡这种 毁灭性力量的人的生活 然后用残忍的方式 拨开黑人女性的痛苦 让所有人直面 当然 这也是他认为 救赎同类最好的方式之一 被看到才能被重视 有了意识才会觉醒 但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当时黑人的生活 动荡不安 极其凶险 莫里森的作品 成了不能说的秘密 我们可以看到 小说中 他设计了很多 隐晦的词语 比如说 书中开头有提到一句 千万别声张 这意味着 属于咱们的秘密 后来的 期待金斩花秋天怒放 而秋天又含有衰败之意 这表示他期待大家 能在当时衰败的局面中 站起来 像金斩花一样怒放 其实 最蓝的眼睛出版时 并不被看好 甚至被封为 美国图书馆协会 百大禁书 直到过了25年 才得以赢回他的尊严 这也告诉我们 也许前方路途凶险 但总有一天 会迎来黎明的曙光 长路漫漫 莫里森也终于通过他的努力 让许多黑人开始觉醒 捍卫自己的尊严和自由 他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偶像 和精神支柱 初看最蓝的眼睛 相信很多人也和我一样 以为是黑人女性 过着卑微被压榨的生活 他们羡慕白人 希望拥有和白人一样的 蓝色眼睛 后来他们开始觉醒 起身反抗 最后找到自我的故事 然而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莫里森很残忍地 把故事停留在前半部分 把大多数黑人女性的 卑微、顺从、忍受 写得淋漓尽致 然后将故事的结局 留给读者 让大家去填充那片空白 而最蓝的眼睛中 佩克拉这一人物的遭遇 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 比如佩克拉母亲 对白人孩子 与对自己孩子的差别对待 父亲欺软怕硬 把一切怒火都爆发在 妻子孩子身上 在学校遭遇校园霸凌 同学戏弄他 用言语羞辱他 来自旁观者的受害者过错言论 如果他反抗 肯定有不一样的结果 童年是人这一生的开端 应该是快乐而自由的 但作为一个女孩 佩克拉却在童年时期 几乎尝尽了所有人对他的恶意 忍受痛苦是他的日常生活 凄惨悲凉成了他的人生底色 但这也是作者莫里森 故意为之的 他就是要把世间的恶 都放在一个小女孩身上 因为他觉得 佩克拉身上的某些脆弱性 在所有年轻女性身上 都有所体现 这些日常的 异常的欺凌行为 逐渐导致佩克拉 孤独受挫无助 最后精神崩溃 无尽的远方 无数的人们 其实都与我们有关 倘若父母多爱孩子一点 身边的人多一点善意 陌生人多一份关怀 或许世上有些悲剧 就可以避免 看完这本书 在替小女孩难过的同时 其实我也想了很多 要保持善良 但一定不能软弱 可以期待美好的事情发生 但绝对不是 把所有的希望 都交给上帝 每个人都有 爱与被爱的资格 但爱可以让人幸福 同样 爱也会让人窒息 一千个读者心中 也许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本书到这里 已经全部结束了 你在故事中 感受到了什么 懂得了什么 相信你心中 早已有了答案 喜欢这本书的话 就在留言区 与大家分享 你今天的听读感悟吧